佛光照大地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佛教的故事 九色鹿以木偶皮影戏的方式 首度是在台湾成性了 以云端连线的方式 在佛陀纪念馆的大绝堂 来进行演出 邀请到邻近天乡的小学师生们 一同观赏 传统皮影木偶剧结合声光特效 为传统文化带来新生命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 透过线上方式 带来海派木偶皮影戏 九色鹿 首次在台演出 佛陀纪念馆 邀请偏乡学子一同来观赏 我们将偏乡的孩子 带来佛馆大绝堂 看九色鹿的演出 那因为疫情的原因 很多都用新媒体 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 乃至线上的演出 那可以无远佛界的连线 这个木偶系是非常传统 而且是非常有特色的 一个中华文化 我们今天全校一到六年级 师生大约有六十位 来到我们佛陀纪念馆 参观九色鹿的木偶系表演 九色鹿是根据东华墨高窟 陆网本身图的壁画创作 描述商人建立妄议 联合皇室 共同设计捉拿九色鹿 设计火烧森林来捕捉 最后九色鹿牺牲生命 来挽救众生的故事 藉由观赏能够启发学生 对生命教育的重视 他们会把他们的心得带回学校 带回学校融入在生活里面 九色鹿是佛教本身的故事 也就是讲入王之前 那曾经救了一个溺水的人的一个故事 也希望孩子呢 能够饮水十元 能够是成为一个有情有义 知恩报恩的好学子 为了让观众更了解九色鹿制作与执行过程 还拍摄幕后花雪 充分感受海派木偶文化 如何结合现代的声光科技 给现场观众欣赏到一场 难忘又受益匪浅的 皮影木偶剧演出 人间卫视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